好,大家好,我是Ryan 在之前的课程中呢,我们讲过了这个选择器的应用 然后这一节课呢,我们来进入下一个话题 就是这个关于Doom的操作 我在这里呢,给大家总结了这么几类 第一类呢,就是获取和设定内容 包括,这个就包括,大概是常用的有三种 HTML,HTML,VAR和Text,我们分别用实例程序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跟这个没有关系 这边,首先呢,我这边有个Hello World 我先让大家看一下,咱们就用Alert吧 Alert Dollar Sign 先看一下第一个,第一个Text Text的内容就是,这边 Diff Text 它跳出来Hello World 这个其实,这样的话,跟HTML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没有任何区别的 我这边如果写HTML,其实它也是 但是呢,这边Text的话,它会对一些Nested的东西 会帮你自动转化成一个字符串 比如说,我这边有Hello World 下面还有一个P 下面还有一个P I am Royne Hello World, I am Royne 这边会看到P Tag 它就把它整个的内容全部都输出来了 这就是HTML和Text的区别 然后呢,还有一个 这边我还有一个就是Value 什么是Value呢 熟悉HTML的同学呢 肯定很容易能想象到 什么属性 什么元素,页面上什么元素会有Value 也就是一些Input Box 或者Check Box 或者Select Box 才会有Value 好,在这里呢,我们就用一个简单的Input 来给大家看一下 Type 等于Text 好,我们这里呢,用Val Input 好,我这边写个Hello World 点呢,它就把它Value出来 这是它的Value 注意啊,这不是它的任何InnerHTML 也不是它的任何 Text 所以,这边 这是 这个Value的使用 规则 Value呢,它们分别的这个HTML和Value 也可以用来设定 刚才我给大家讲了这个获取 这一部分 也可以用来设定 比如说,我可以当Click它的时候 把它Value呢 在不传值的时候 或者是一个Getter 就是一个获取 在传一个参数的话的时候呢 就是比如说 I am Ryan 在传一个参数的时候呢 就是设定 哦,这边不应该是Alert 不好意思 I am Ryan OK 这个同样的道理呢 呃,这边这个HTML呢 也可以用来传递一些 一些参数 比如说,我设定HTML 这边就不是DIV了 这边把它设定 咱们再搞个DIV吧 方便之后也是用 呃,这边是HELLOWORD 然后呢 我会把DIV的HTML呢 给它改成 改成什么呢 改成一个PTAG 分别用两行来写HELLOWORD 我是这样想的 这样方便大家来看 看到 好,HELLOWORD 这边是 当我click的时候 就把一个 单一LINE的HELLOWORD 改成双LINE的HELLOWORD 看到 看到 这就是 如何用HTML来设定HTML HTML大概就是 如果学那个 呃 呃 呃 单纯的JavaScript 就是那个 inner 元素的innerHTML 其实它们是一回事 用法也基本相似 呃 讲过这个 呃 这个SETER的方法 就是这个设定 这个HTML 或者设定 呃 VALUE的 使用方法之后呢 再给大家去讲 这些FUNCTION的第三个使用方法 其实 今天讲的大部分FUNCTION 都有 都有第三个使用方法 也就是 它这边 呃 如果不传参数的是GETER 传参数的时候是SETER 但是呢 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 呃 这边传的是一个FUNCTION FUNCTION 呃 这边传的是一个FUNCTION 传FUNCTION什么意思 它就是一个回调函数 对于每一个符合之前选择这个选择条件的HTML 它都会调入回调函数 也就是 对于每一个符合标准的内容 它会调入回调函数 首先在这个回调函数里面呢 有什么东西呢 第一个是INDEX 比如 因为这边有可能是一个数组 也就是它当到这个函数的时候 它可能会调用无数次 所以说这边会有一个数组 然后呢 这边呢 就是它的它的值了 这里就是HTML 如果在TAX那边 如果这边TAX的话 这边就是TAX的 这就是一个名字的差别了 但它归根结底 他们都是 呃 如果按 都是自 都是字符串 都是一圈字符 这边呢 我们把它变成一个HELLO 一个WORD HELLO 一个WORD 或者大写吧 HELLO 一个WORD 然后呢 我们给它输出 Alert吧 还是Alert Alert HT 就是 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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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2 冒号 WORD 等我一点 2 0 因为它index从0开始的 HELLO 再打一个E冒号WORD 也就是你其实可以对内部的内容进行精确操作 你可以便利每一个HT毛的内容把它印则到其他地方 这边就是你可以放自己任意想 就是根据需要自己放自己逻辑 那完成很多很强大的功能 呃 再讲过这一系列有关内容的 呃 GETER和SETER就是获取和设定的呃 FUNCTION之后的一些API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关于attribute 关于属性的一些方法 这边呢 我简单给大家来试验 这单看这个字名意思其实很好理解了 attribute就是 就是更改attribute或者是设置attribute 然后这个removeattribute呢 就是很直观就是如何remove某一个attribute 呃 所以呢 这边呢我给大家简单的做了个示范 这边我会有一个 呃 div 然后它的dataid是something 然后 然后里面是helloword 为什么这边会有background color呢 是因为我有另外加了一个cssfile 在对于dataid等于something的时候 它有一个background的yellow 但是呢 我在这个click handler里面呢 呃 event handler里面呢 就是我当我点click的时候呢 我会remove掉这个attribute 所以说 它就没有这个attribute 所以cssfile就不会apply到它这 就可以看到 这是attribute 比如说 呃 啊 还是dataid 呃 something something 好 当我点的时候 它就会加上这个dataid something 也就是点了之后它会变成 变成黄色 点了之后它会变成黄色 然后呢 这个呃 其实这个dataattribute 还有第二种用法 其实它还有 它一共有三种用法 这个attribute 呃 这像我们之前讲过 呃 讲过这个text html呢 就是它呃 着重是有两种用法 一个是它的内容 一个是里面传一个function 然后它这个呢 attribute呢 它有三种用法 第一种方法是这个 第二种方法 我还可以 传入 呃 第二种方法 还可以传入一个 json object 呃 json object 它的里面可以是一个json object 然后这个json object呢 用来 可以同时 你在一次 在一个 呃 api call之中同时呢 设定好多参数 比如说我这边 可以把dataid设成something 然后我还可以 把它的class呢 class呢 设成 呃 比如说 呃 有了something 的class设成 呃 red 后来是red 然后呢 呃 如何体现这个class呢 我在这边再加一个css root 就是 呃 点red color 就是red 好 我们看一下啊 这个 就是同时设置了这两个attribute 所以说 点了以后它掰光会变成yellow 字的颜色呢 会变成red 不好意思 刚才这边有一个呃 错误 呃 这边呢 因为它中间有个简号 简号不是一个valid的json 的attribute 这边需要加引号 再引起来 让它变成一体的一个attribute 如果是这边是简号的话 这边回报js error 所以刚才我debug了一下 呃 呃 现在呢 我点它的时候呢 就会把dataid设成了something 把class设成了red 然后这个attribute呢 其实通用的 对于所有attribute都可以进行修改 进行更改 进行设定和进行获取 但是呢 呃 由于我们日常编程中特别常用的是 对于class的更 的修改 所以呢 这块给我们加了 呃 一系列的单独用来 专门用来操作class的方法 的方法 首先有addclass 呃 这边有点错 应该是removeclass 还有hasclass 还有tagoclass 这四个方法 呃 addclass 顾名思义就是增加一个class removeclass 就是呃 移除现有class 如果没有这个class 就什么都不会移除 addclass呢 就是加一个class 如果已经有这个class的 的话呢 就不会再添加新class了 hasclass 顾名思义看名 名字很容易就知道是 是看它有没有呃 当前呃 后面这个class tagoclass 就是呃 现在有这个class 就把它关 就把它删掉 现在如果没有这个class 就把它加上 就是tago的意思 啊 我们简单做一些 一些范例吧 呃 一个简单的范例 之前我们呃 有这个redclass 我们现在就用这个redclass 给这个来加 加一些attribute 首先呢 我来呃 加dip dip dip add class addclass red 好 也就是当我点它的时候 字会变成红色 字变成了红色 呃 我也可以 呃 它如果现在本来有class的话 class red 我也可以这边不用removeclassred 这本来有classred 我点一下 嗯 哦 不是remove 是removeclass 嗯 removeclass removeclassred 而且我们也可以tago class tago class tago class 其实很好用的 也是很好演示的 好 tago现在是有redclass 点一下 点一下会把它关掉 再点一下会把它打开 再点一下会把它打开 再点一下又把它关掉 就是有它会加 没有它会不加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有 现在它是 呃 有这个 class的 然后 所以我会 alert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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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sclassred 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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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应该是会看到 tue alert一个tue tue tue 下面呢 我们看一下今天最后一个内容 就是css 这个获取和设定的这个方法 对css操作呢 也是日常呃 工作就开发中比较常用的 这个css呢 其实跟之前的 呃 的一些 讲过的一些function用法很很相似 它有getter 有setter 如果只传一个参数的话呢 就是getter 如果传好多参数的话 从传呃 超过一个参数大概两个参数左右 就是setter 呃 setter的话呢 也可以它可以接受一个function作为setter 但是呢 我还是想给大家演示一下 因为它的用法跟之前的几个呃 用法略微有点不一样 呃 呃 我这边呢 有一个简单的有一个hello world的diff 然后呢 不要这个了 我要这个 这边改成改成css 然后 哦 呃 先alert吧 style 等于 呃 color red 好 它是colorred 哦 css color呢 color呢 alert css color呢 应该就出来red 哦 这就是red的意思 rgb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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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在内部会转换成这个值 呃 下面我们再看css的第二种使用方法就是它可以同时传入一个array一个数组的形式来同时获得多项参数 呃为了节约时间呢我再我把这个范例在呃自己已经写好了这边color它有一个两个css入我可以同这边我会同时获取它的两个css入 大家注意呢大家其实不要在意这边我加了jsonstrainify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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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一个json string 大家比较方便大家来看 所以呢 我现在点一下呢 看这其实一个json string 也就是他return那个object的样子是这样子的 color 2525 background color 25250 color 2500 就是这个 下面呢 就来教大家如何使用这个setter的function setter呢 它其实 也可以接受两种传入参数的方法 一种像刚才我说 就类似于刚才 我讲这个attribute一样 你可以同时set好几个css rule 也可以呢 只set一个 用这种pair的方式 来set一个css rule 可以用这种方式 css 比如说我这边可以设成 比如说放个size吧 fontsize 30px 好 当我点它的时候 字体变大 是因为这个放的size30 做起了作用 然后呢 我把这个css呢 background color red color yellow 把这个等于把它反了一下 也就是背景变成了红色 前景变 字的颜色变成了 yellow 其实用法跟attribute一样 就不 不专门给大家介绍了 但是呢 再介绍一下 同理呢 每一个这些function 每一个这些 我讲过的这些关于dome操作的函数呢 都会有第三个使用方法 就是它还可以传入参数 传入参数的方法呢 其实它是一个setter 你看你要set什么 这边我会 比如说我想set font size 然后呢 后面我可以传入一个function function呢 接受两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是dindex 第二个参数是old value 这边给它写清楚 old value 就是老的值 然后这边呢 我在它里面呢 就可以根据它的老的value 来添加新的value 我这边有alert一下 old value 好 当我点的时候呢 就可以看到它是30px 也就是它现在的 也就是它在这个时候 它的大小是30px 因为我之前把它设置成30px 所以说我在这边 其实还可以再 做一些什么操作 这个它这个 内部的这个回调函数呢 它返回的值 它return的值 就是要把它set成的值 比如说我这边 return40px 你这边可以进行一些 逻辑操作 根据old value 进行一些数学操作 或者进行一些 关于这个index 进行一些操作 无论什么都可以 如果这个index是偶数的话 你进行操作 index是基础的话 你不操作都可以 完成一些 你想要完成逻辑 在这边任何放在return的值 都是会回到这个return值 都是会set给它的 也就是只有return值 才会set给它 这样的话 我return40 也就是那我点的时候 它会变成30 再变成40 现在它的字体大小是40 大家inspect一下 就会看到 现在是40px的大小 好 那么今天呢 我们就讲了 头四种最基本 最基本的 关于设定 就是跟设定 Dome内容 属性 class 然后还有style 样式的一些方法 下节课呢 我们来讲 如何插入一些元素 在页面中如何复制元素 如何删除一些元素的 一些这块function